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1月绿卡面试亲身经历 我们新闻名律所为数千位的中国申请人 取得了各类绿卡和签证的批准 这里面包括有职业移民,也有亲属移民 过去几年里,尽管在疫情期间 我们也陪同很多申请人 参加了在移民局办公室的绿卡面试 其中有很多是通过电话来参加的 也有的时候我们亲自去移民局的办公室 和客户申请人在一起 我们最近这个视频要谈到的是 我们在2023年1月 我参加的两个移民局的485面试 其中一个是在律所所在的地区 我去移民局办公室和客户在一起的 是亲属移民 还有一个是通过电话来参加的 在外州的职业移民 最近的485绿卡面试和以前的有什么区别 以及一些注意事项 这里我们谈一下 关于485面试 基本的内容 常见的注意事项 这方面可以参考我们律所的其他的文章和视频 包括流程 包括带什么文件等等 我们这一次的观察我们看到现在随着疫情的缓和 移民局办公室基本的至少工作人员以及大多数去的人都没有在戴口罩 以前可能有排队限制不能太早到等等 这些现在也都没有了 然后我看到现在去移民局面试的人似乎以前要少 以前要找停车的位置不容易 然后上到等待的大厅里也看到有很多人 现在这方面都感觉人数要少一些 面试的速度呢 一般来说整体来说也快一点 那这个是对于已经有妥善准备事先准备好了的人来说 那总体来说呢 我们知道过去一般的惯例呢 是亲属移民大多数都需要面试 尤其是基于婚姻状态 那职业移民呢 本来大多数不需要面试 后来川普时期呢 有更多人被要求做这个面试 那现在在拜登政府时期呢 这个case by case 我们一般估计呢 可能四分之一左右的申请人会被要求面试 亲属移民呢 就是可能80%以上 职业移民四分之一左右 那这个面试的时候会问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一般就三部分 第一呢 个人的背景情况 然后呢 还有就485表上的standard的问题 你是否曾经自称是美国公民 是否曾经和恐怖分子有联系 等等啊 还有呢 就是尤其对于来自中国的申请人 是否曾经是党员 或者其他组织 曾经在体制内工作 别的呢 就是包括有这个退休的 然后来美国通过子女来办理旅卡的 也有其他的 比如说在中国在大学中学的时候 入党的人 个别的时候呢 也有会问到团员 甚至少先队员的情况 这有的时候呢 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问的 也有的时候是 绿卡申请人 他雇主 给他们聘用的这个律所啊 这些问到的 这尤其呢 在一些大的IT公司比较普遍 我们的一个观察呢 是在绿卡面试中呢 当然有一定的运气因素啊 一个呢 是看到你在哪一个移民局办公室遇到什么样的移民官 移民官呢 有的人会比较友好啊 然后呢 也有的人公事公办的啊 也有个别的呢 可能会有比较刁难的啊 这个自己不能控制 但是呢 我们在准备面试这个过程中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比如说呢 我参加的这两个面试呢 这个其中一个呢 就很快啊 大概只有十分钟多一点就结束了啊 另一个呢 就时间很长 要一个多小时 所以呢 事先可能不容易预测 但是呢 我们的观察一定程度上呢 有的时候和申请人也有关 有的申请人呢 当然一个是和这个英语水平啊 这个交流这方面有关 另外呢 有的申请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吧 这个有些大非所问 有的时候移民官问到 哎 你过去在哪里工作呀 你这个出入境旅行的情况啊 等等啊 但是申请人呢 他可能因为自己有一些担心的事情啊 他就是都围绕着在这上面 讲到说 啊 我这个上学呀 这个工作呀 等等都是符合要求的啊 等等啊 那他可能是事先记下来的吧 一些答案 但是呢 并不完全符合移民局直接问到的问题啊 比如说呢 有的时候移民官想要了解的 某年月离开美国去什么地方旅行 然后去了几个星期 你去去做什么啊 等等 那但是呢 申请人呢 可能没有理会到移民官问问题背后的含义啊 比如说是否是去接受什么样的任务啊 是否有什么可能威胁美国的安全的问题啊 等等啊 那他讲到的呢 那么更多的是别的方面啊 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很好啊 等等 或者说我来美国以后呢 我就没有在工作 那这个呢 具体的例子呢 因为涉及到申请人的一些个人信息啊 不好说的太多 但是呢 能感觉存在有这方面的交流的问题 有的时候有这个答非所问 结果呢 让移民官呢 就比较恼火 可能呢 前后呢 围绕着这个问题 问的比较多 如果运气比较好啊 比较这个友善的移民官呢 还好办一些 有的移民官可能就会因此呢 有这个RFE NOID 甚至导致申请被拒啊 那有的时候 因为申请人个人觉得说 这不是问题啊 那比如说 过去的组织成员身份 或者说挂靠经历 或者说签证身份的gap 或者说其他的提供的信息和事实不一样 比如说 其实是未婚 但是呢 为了增加签证批准的几率 然后呢 就当时就说是已婚 说这中介田呢 我也不知道 那这个不是移民局接受的理由 在表格上签字 那你对于这个文件呢 真实性要负责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 我们看到 你要说呢 这个big picture 现在呢 移民局对于面试呢 应该说有一个更加快的啊 这么一个趋势 但是呢 对于一些中国申请人 有的时候呢 移民局会问的更多 看到的一些极端的例子 比如有的时候移民局为了 因为对婚姻真实性有怀疑 在面谈以后呢 他还又去这个明察安防啊 到申请人居住的地方附近 他雇佣的这种侦探公司 来询问了邻居啊 或者以及做了其他的调查 来判断这个婚姻是否是真实 还有的时候呢 申请人比如自称 曾经在某一个公司工作啊 那移民局的工作人员呢 有的时候会去这个公司调查 然后看申请人是否做过 自己自称的这个职位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也都是有的 总体来说呢 我们建议申请人在面试以前 要认真准备 不管是S85面试 还是移民签证面试 都是这样的 过去的话叫 一字入宫门 九牛八不转 那你说的说怎样怎样 那过后说也不对 我原来说的都不算了 我现在再跟你重新说一遍 再另外解释 这个有的时候不容易 有可能 但是至少呢 就一个RPL battle 可能就会更麻烦 那总体来说呢 我们律所此前也提供过 很多的文章和视频 帮助大家来准备 S85这个绿卡的面谈 如果说呢 申请人有这方面的服务的要求 不管是准备485面谈 还是说陪同申请人来参加面谈 还是说提供翻译 或者说在面谈以后 如果收到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 怎样来应对 我们都可以帮助申请人来准备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2023年1月 绿卡面试亲身经历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